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光背后步步惊心 同一个现场不同的说法 当真相浮现 谁的话是言不由衷呢 深夜一把火 金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深夜十一点 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抢救室外 人头攒动 当时就是一共送来五个病人 其中有两个病人非常严重 就在半个小时前 乐山市月来乡六支角村 一户村民家突发大火 当时一家五口人都在屋里 据赶来救火的村民讲 他们先是听到了犀利的呼救声 出门一看才知道着了大火 有村民说当时大家纷纷赶来救人救火 还拨打了火警电话 并且在第一时间把从火场里救出来的五个人送往了医院 其中两个人伤势严重 他们一个叫蓝春城 另一个是蓝春城的岳母铜横巷 蓝春城和那个铜横巷 这两个烧场面积非常大 一个百分之八十五 一个百分之九十烧场面积 所以这病情非常为重 来的时候我们也进行解决的抢救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着火的这家人 户主叫周桂安 当时着火的房子里面 有周桂安老两口 还有他们的女儿和女婿小两口 还有一个六岁的外孙女 在这起火灾当中 除了小外孙女毫发未损 周家的四个大人都不同程度的被烧伤 此外还有一个人 也是从周家的火场当中被救出来了 而且伤得不轻 他可并不是周家人 而是住在周家隔壁的女邻居张小丽 深夜张小丽怎么会在周家呢 那这场火又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火被扑灭后 当地警方对火灾发生的原因展开了调查 因为根据消防队员对火灾现场的勘验 他们觉得这火着的并不简单 当天我们的消防队员和我们的技术民警 也是对了给现场家们进行了全面的咖喱 咖喱完了之后 一切发现很奇怪 就是全是那种汽油燃烧的风景 着火的是周家一楼的一间门面房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警方发现了一只汽油桶 它倒在地上 盖子是被打开的 里面还有丝丝的汽油味 在房间地面上 有汽油燃烧过留下的痕迹 而且这痕迹从屋里一直延伸到了门口 这说明燃烧的汽油量并不上 警方分析 当时应该有人把这只桶里的汽油 倒在了房间里 然后点燃了它 汽油出火的这个因素产生 肯定是需要有跌火屋 有跌火屋这个情况 肯定就是有人 又反护了这个行为 高度化以后 是个鸭子认为的中风啊 警方认为 周家的这把火不是因为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纵的火 难道是有人想要这家人的性命吗 那么这人是谁呢 他跟周家有怎样的深仇大恨呢 当晚被送进医院的五个人当中 只有护主周桂安和他的女儿周灵神志清醒 警察首先对他们进行了询问 周桂安说 他们家和其他大多数农村的家庭不大一样 别人家基本上是儿子儿媳住在婆家 而他们家是女儿女婿住在娘家 也就是所谓的倒叉门 这栋房子原本是他和老伴的 女儿一家三口跟他们住在一起 周桂安告诉警察 他们全家人都住在二楼 着火的一楼门面房是不住人的 此前女儿和女婿用这间房做汽修生意 所以那只汽油桶和里面的汽油 原本就是在那里的 周桂安的女儿周灵说 她和丈夫发现一楼起火后就跑下楼去灭火 几乎同时父母也跑了下来 起初四个人一起灭火 但由于火势凶猛 后来就谁也顾不上睡了 周家妇女俩说 当时感觉火势难以控制 他们就从着火的屋里跑了出来 女婿和岳母是最后跑出来的 所以两人伤势最重 面对警察 周家妇女俩都说着火的时候 他们在二楼 火是怎么燃起来的 他们不清楚 很快警察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从火场里被救出来的周家的邻居张小丽 晚上十点半 张小丽怎么会在周家着火的房间里呢 她跟这把火有关系吗 对此 周家的妇女俩说 火并不是张小丽点的 当时张小丽是赶来帮忙灭火 在灭火的过程中被烧伤的 邻居女人现身火场 她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反正都在都在吼嘛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都在拖了个油桶嘛 自己家里造成这样的结果 怎么向外面说 真相羞于世人 往事无法言说 是谁点燃了愤怒 我就有困有了 我就发现韩国来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 深夜一把火 金说法正在播出 周家妇女俩的话 乍听起来并没有什么漏洞 但仔细推敲 警方觉得有些细节是说不通的 比如 周灵在发现家里着火之后 她第一反应不是护住孩子 而是不顾睡着的女儿 直接跟丈夫一起冲进了火场 还有 赶来帮忙救火的村民有很多 为什么只有邻居张小丽被烧伤了 而且伤得那么严重 在昏迷了一晚之后 张小丽恢复了意识 开始接受警方的问话 也正是她的开口 让这把火着得更蹊跷了 张小丽今年23岁 在这场大火中 她腰部以下 80%的皮肤被烧伤 说起那晚的大火 她仍心有一计 哎呀 想也想不到 那火一下子就碰出来了 好快 就是很疼嘛 我现在都在头嘛 但 张小丽说 当晚她之所以会出现在 周家着火的房间里 是因为在着火起来之前 她在自己家里听到隔壁 周灵在哭 她女儿又在外面 又在那里哭 真的哭哭哭啊 然后我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然后 就直接走 走到了他们家里上 张小丽说 张小丽说 他们家跟周家紧挨着 当时她走过去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就是在后来 着火的那间屋子里 她看到周家老两口 和他们的女儿女婿四个人 正拉扯在一起 反正都在 都在吼嘛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 都在拖了个油桶嘛 张小丽说 当时她想劝架 但根本劝不住 很快她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汽油味 然后我又过去 我说 我想把他们拿开 结果 你下次活就 糟了 张小丽说 当时她看到 周家老两口和他们的女儿女婿 在互相抢一个汽油桶 瞬间 也不知道是谁 点燃了汽油 火就着了起来 张小丽的话 让警察有些意外 因为这跟此前 周家妇女俩所说的 完全不同 很显然 张小丽和周家妇女俩之中 有人没有说实话 就在警方打算重新 对三个人进行询问时 医院传来了噩耗 周家的女婿 蓝春成和岳母同横香 因为伤势过重 一致无效 相继死亡 在女婿和岳母去世的第二天 意外的是 周灵主动告知警方 她有话要说 因为我心里害怕 害怕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在害怕心里 反正就是感觉心里特别害怕 这一次 周灵告诉警察 此前她是撒了谎 在这之前 她是这么说的 当时我们在楼上看电视 突然说没 看她的 我没人 我都没有把你跑一下 就来到我 把我爸爸跟我妈 都起来到我 其实的心情是 他们 他周灵和他的 父亲周灵神 在 活在发生的时候 他们当时就来唱 家里的事情嘛 又不怎么好像 外面说 自己家里 造成这样的结果 怎么向外面说 可能是他们 家庭内部 当中 被预报 一些抽屎 这种事情 给大家 公开出来 后来 因为死了两个人 整理是因为 他自己 心里要力太大 太主动地 向公安医华 江苏的 这个 麻烦人死了 周灵告诉警察 其实 这把火 起于她的丈夫和母亲 也就是 这个家里的女婿 和岳母之间 一场争执 案发淡晚 女婿原本在卧室 看电视 楼下 突然传来了 岳母的吵嚷声 不吵嚷声 看了看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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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灵说 当时 母亲的话 说得很难听 而且 句句 指向丈夫 拦春城 后来 丈夫下楼 给母亲 吵了起来 周灵赶紧 下楼相劝 老丈人 周桂安 也过来 帮忙 周灵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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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一家四口扭在一起 炒的炒 劝的劝 邻居张小丽 也过来劝家 可女婿和岳母 越吵越凶 甚至升级到了动手 装车的过程中 就 找到这个 汽油桶 那汽油桶 不是有两个人 就 男的母 一带的一个人 女婿一带的一个人 在泼汽油 争执之中 女婿和岳母 拿起了屋里的汽油桶 开始往对方身上 泼汽油 这个时候 站在一旁的老丈人 周桂安 意识到了危险 当时 女婿和丈母娘两个人 已经失去了理智 汽油桶一会儿在 女婿手中 一会儿在丈母娘的手上 桶里的汽油 被泼洒了出来 老丈人周桂安 试图用手捂住汽油桶 但在剧烈的拉扯之下 汽油还是被 大量的泼洒了出来 紧接着 火就起来了 我现在砰一声 跪在那边 因为我也要 过去过去 这张房子去的 那时候 紧着开场子来跑 我发现 我现在火来是咋 我现在地要滚 拿成城 我从江山上 炸的汽油 相对较多 所以说 他们男子就被 我走火之后 他们就被捆到了 按照周家父女俩的说法 是女婿和丈母娘 在争吵之中 把汽油泼散了出来 但如果没有火种 也不会有后来的大火 那么究竟是谁 点燃了汽油 引燃了这致命的一把火呢 对于这个问题 警方对火灾中 三名幸存者 一一进行了询问 但由于事发时 屋里灯光很暗 加上场面混乱 三个人都没有看清楚 究竟是谁 点燃了汽油 因为这些女婿 平时要抽烟 要抽烟 肯定到后 要喝这火采 那时候肯定是 水深吸油的 基于这个情况 所以说 我们分析 女婿 把这个汽油 点燃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 但是对于 这个阿铁来讲 它的 因为矛盾 当时双方的 拿成城 和同外乡 都已经到这个 火灾中心 死亡 所以 无论他们 都是设计上的 得火者 反护人 我们都根据 这个 新出版的规定 协议人 死亡的情况下 就应当灿烂 女婿和岳母 往日并无仇怨 矛盾的背后 其实另有隐情 我对她 我感觉 我是尽了责任的 邻居被牵连其中 她当然 有话要说 所以你这个样子 等我满意 她能好吗 深夜一把火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如今 想要知道 谁是放火者 确实很难 而且从追究 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 并没有什么 实际的意义了 女婿和岳母 因为一场争执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这场争执 是因为什么呢 背后 还有什么矛盾 一起来看 记者的调查 事发半年后 记者来到了周家 当时着火是哪个路啊 这个房间啊 墙壁仍然是黑的 以前着火的痕迹 这家人还没有清楚 周葛安说 一直没有粉刷 是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 那场大火 在周葛安的身上 留下的伤疤 也让人无法正视 比起父亲 女儿周灵的伤要更严重一些 顿不下去 没办法 不能蹲 现在 只能披着 一蹲着 还有这个脚往这里 往不上 周灵说 比起身上的伤 她心里的伤更疼 直到现在 她都无法接受 母亲和丈夫的离世 周灵说 其实她刚结婚那会儿 丈夫和母亲之间 相处得还不错 婚后第二年 她和丈夫一起去了 四川某城市打工 因为丈夫 有修理汽车的手艺 夫妻俩就租了一间门面房 做汽修生意 周灵说 在外打工的那五年 他们小两口很少回家 但每个月 都会往家里寄钱 那个时候 丈夫是全家的经济支柱 可就在一年前 因为房租上涨等多种原因 汽修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无奈 夫妻俩关了店 回了老家 他们原本打算 用家里一楼的门面房 接着干老行当 可是房子并不在主干道上 路过此地的汽车太少 买了没坐起来 两个人也一直 没有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周灵说自己是白吃白喝 还有一个正读书的女儿 也要靠父母来养活 周灵觉得自己的母亲对女婿有意见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就是想我老婆可能没出去找活干 家里要经济要用钱嘛 还有个女儿在上学 要交数学费这些之类的 在外人看来周家的岳母和女婿 产生矛盾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 其实两个年轻人不出去赚钱 在家里啃老确实是不对的 但岳母总是当着外人的面数落自己 女婿蓝纯诚经常觉得脸上无光 有时免不了会顶撞几句 一来二去 双方的积怨就越来越深 一点小事都可能爆发激烈的争吵 老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可在周家 丈母娘看女婿那是横竖不顺眼 按说两人之间 类似的矛盾也算不上什么深仇大恨 怎么就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呢 这里面还有不得不说的隐情 其实周灵口中她的妈妈 在那场大火中死去的同恒香 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周灵说自己的亲生母亲很早就病逝了 在那之后父亲娶了同恒香进门 当时同恒香还带着两个跟前夫所生的儿子 关系一般 反正我有 怎么说呢 我也有时候挺怕她的 然后就是反正小时候受的苦度比较多 周灵说 继母同恒香的两个亲生儿子早就各自成家 过自己的日子去了 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和丈夫在家里跟父母一起 说起继母同恒香 周灵几度哽咽 她说在他们这个复杂的重组家庭里 亲人们之间确实少了许多的宽容和理解 火灾发生的那天 丈夫和继母之所以发生激烈的冲突 是因为在此前几天继母同恒香提出 她要分家 让周灵小两口搬出去住 岳母要分家 女婿不同意 因为当初在盖这栋房子的时候 女婿说她出了不少钱 事发当晚 丈母娘和女婿就是因为分家的事又吵了起来 这一次心仇旧恨 一股脑涌上了心头 瞬间他们失去了理智 反正双方都不通知情绪嘛 就是 雅伯尼就帮忙农死嘛 那你就 那种预言 那整个事情就追不着神经 打破气 掀气 然后 这一瞬间呢 就发生了这一个围局 如今 周家再也没有往日的争吵了 但对于活着的人而言 这份清静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 当时的我的手都说的时候 我女儿 我老婆说的 我老婆说 女婿叫拿村子 她说拿村子 我们都好 就过去这路 你说的时候 有好好的活 其实 这场大火彻底改变的 不仅仅是周家人的生活 还有她们邻居张晓丽的 张晓丽曾经是个非常爱美的女孩 可如今 这样的伤疤 让她羞于贱人 张晓丽说 当时她原本是好心去劝嫁 却没想到造死横祸 事后 很多人都觉得 张晓丽会和周家结怨 甚至向周家索赔 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张晓丽没有做的一切 她都说我勇敢 我能怎么办 除了这样的事 比如说已经这个样子 让我埋怨她能好吗 张晓丽说 在这件事情上 周家妇女俩跟她一样 都是受害者 她不想生活在 毫无意义的怨恨之中 也不希望再向对方 施加更多的压力 毕竟他们是多年的邻居 有时候晚上自己一个人 船上还是会想 想着想着 还是会哭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李美锦教授 欢迎李教授 你好 这起案件 砍完之后 我们确实是唏嘘不已 两个人生命都没有了 他们在那一刻 为什么会有那么冲动的行为 这个案件比较典型的 就是属于机庭 比如说在马路上 有的时候开车 本来挺好的自己走路 因为对方抢了一个路 或者对方加了个三 最开始争的可能 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一来二往 就是当几次以后 就很容易出现一些 就是不顾一切了 就是怎么去预防激情犯罪 我经常就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在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你说一句话 对方回一句话 你再说一句话 对方再说一句话 到第三句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 就是有一个人要闭嘴 或者说你要如果实在人无可忍 就扭头走开 因为这里头没有谁胜负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 第一个走开的人就是胜责 如果你要再坚持下去的话 往往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你会发现 如果两个人在那吵架 我作为一个 就是比如说 我作为警察出警 我去作为劝架者 你会发现毫无效果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俩那个时候 谁也不让谁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们俩隔离 空到最后 这俩平静下来 情绪也没了 然后最后他们反而着急了 说哎呀 我也不想再解决了 让我走吧 也就是说 有时候你处理这种激情犯罪 你会发现 不必去用说理的方式 最好的方法就把它隔离 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 稍许温暖的消息 那就是张小丽 被评为乐山市市中区 建议勇为先进个人 我们遇到事情 多替别人想 这毫无疑问 是需要肯定的 要是当初 争吵当中的岳母和女婿 也能像她这样 对对方想一点点 那该多好啊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美景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